好 我要考什麼 各位一定會比較關心說 我們那個期末考試 這是我們的考試 就是範圍有點零散 先來夫妻家 你們應該要準備的吧 我們第三章 事實上我們後來 因為在期中考前來不及價 是不是 所以我們在期中考後 我們又補充了計算的部分 好 是在哪裡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會修金 所以各位會有那個貼紙 或是你們就把它折起來 因為老師這樣會有點零散 來 我們退休金的計算是在 好像只有退休金的計算 然後再六十四頁 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 事實上如果你可以更細節的考慮的話 我們說不是只有那個 退職所得 還有那個 就是說你那個傷害 傷害的那個補助有沒有 我們說要合併到退職所得上面去 那個撫鬚金 撫鬚金是要併到那個退職所得裡面去計算 那個上課之後老師有交代 有交代 那個部分我們說它是叫什麼 變動所得 有沒有 記得老師舉的那個例子 變動所得 那個變動所得 那麥末所的部分是二分之一 那退職所得沒有 退職所得沒有那個二分之一 它是按這個 按這個六十七頁的這個例子講的 我們上次講的是那個變動所得 變動所得是出現在很前面的更衣裡面 好是那個三十八頁就是下面到三十九天 好是 第三章的部分 考試後我們又補充了這兩點 再來我們上次又看了營業稅 營業稅的部分就幾乎都有講到了 就剛剛的可扣營社那個部分 因為你上次有說過小報告 我就不再問那個問題 事實上那個問題很複雜 我們只是初階版 我們還有進階版 進階版的話是說 如果你經驗一個企業 不是全部都經歷那個加值型營業稅 而是有那種營業稅的時候 那我們說你的那個可以扣底的 就變成說要計算一個不得扣底的比率 那個就很複雜 我們沒有講 那個是我們說介指營業人的時候 所以第三章幾乎就是都講了 不然十三章 十三章我為什麼沒有有什麼地方可以講 所以不得扣底的部分 我們就不再考了 好嗎 對 那就是四百一十四葉 建議營業人營業稅額的計算 那這個我們說比較困難 或比較複雜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沒講 好 就沒有講 那你就不用看了 不是不用看啦 你可以看啦 只是說老是不會出體 不會出這個地方 好 其他就通通有講了 其他就通通有講了 然後 那法者的部分 只稍微的在過 那其他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重點 就變成說是在那個十三章 講比較細的十三章 那出體的形式呢 就是 還是給一些送分的後面的那個 其實我可以編畫很多 因為我們的那個題庫超多的 老師不用想都可以找一對題庫來出 好 但是呢 這個 會給啊 給同學一些基本分 所以後面的那個 喔 這是書還蠻多的 那個 光是後面的選擇地就有五十題 就有五十題 就有五十題 在那個 四百五十四葉 那邊 總共呢 這邊就有五十題了 好 就五十題 然後 再來 盡力所能的 去讀啦 去自然聽 然後呢 這個 我們會 那你如果說 重點是要應付老師的考試的話 那就是三個舉的例子 都算那個 就大致是例子 然後做一個小變化這樣 不會太難 像其中一個人考得太難 那這個老師要馬上起來考 沒有人會過關的 OK 好 所以呢 這個 以我們教育範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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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 會有一些基本的 秀文文題 那就是後面的那個 那個選擇題 好不好 這是第十三章的部分 好 再來 這個我們第四章 好 我們來看第四章 好 第四章也是跳很多 好 第四章我們就從一百三十四頁這邊開始好了 好 好 你當然要知道什麼叫引力事業啦 那什麼叫引力事業所得爾啦 它的範圍包括我們說有那個 就是屬人兼財屬弟 好 所以後面的那個 那個 例子呢 很重要 對不對 一百三十六一百三十七這個例子 我們就來 也是來考像這樣子嘛 這個 基本的 要求 好 然後再來呢 當然一百三十八的屬弟主義 同學也要知道他怎麼看 因為我們才屬人兼財屬弟 屬人兼財屬弟 好 OK 好 再來呢 是這個 比較簡單 就是我們退屋所的這個部分 因為常常簡單 而且重要 而且重要 我們說 像這個 像第一類型的所得稅法第25條 我們說 它規定的這四種 國際運輸 在國內經營國際運輸 承包一間工程 提供技術服務 還有出租機器設備 那這種東西呢 我們這個 國內的企業 很容易去運用這些人 那如果說 他怎樣 他那個 無複且無膽 那這個時候怎樣 你反而 你就是扣腳的義務了 OK 所以這四種要記得 要記得 好 那再來呢 是國外一種PC 他這個就比較瑣碎了 那同學可以留意 不用特別去留意 就知道就好 好 那我們真正的那個 那個重點 事實上應該是 就是怎麼樣去結算勝報 怎麼樣結算勝報 但是我們假設呢 各位同學呢 是 以後將來 現在才一年級 未來還有三年級 我們都會接受非常良好的 那個 快捷的一個焦慮 好 所以到時候呢 你編出來的損益表 會是 超漂亮的 會是超完美 超漂亮 這個時候 你再回頭來看這些東西 都是殺 就是 都是小事情 好 所以呢 這個部分的 我們就 如果現在學起 這個 追勝報學務 我們會講一些說 稅法上面的規範 到時候我們再去提這個問題 那只是一些修正 一些修正 那我對同學提到 大致就是說 你那個收入 該列的 你沒列的 然後費用了 就限制你不可以列太多的 大概都是這樣的規定 然後你認列的十點是什麼時候 OK 好 那那個 那東西重要嗎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只是因為我們時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都沒講 好 所以同學呢 那個 我們就從 剛剛講的 一開始就 就不看了 就從 140頁 一直到 一直到 176頁 一開始 我們 一開始